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用百分尺来量一下这些几张的厚度 机会测量 A4纸的厚度 0.10毫米 产业杂志 0.07毫米 普通杂志 0.065毫米 传统的刀片厚度为 0.10毫米 厚度和A4纸相同 那A4纸有可能像刀片一样锋利吗 我们来切一下试试 对于这些蔬菜只能够达到刀的效果吗 先试一下 砍芹菜 我们看芹菜的切口非常齐整 就像刀切一样 再来试下黄瓜 再来试下黄瓜 压了一道口子 深度大概5毫米 再试下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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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试一下黄瓜 哎呀 好痛 好像不行 刚才在砍的实验中 芹菜和黄瓜都受到了伤害 胡萝卜比较坚硬 但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和纸接触的时候 不会有这么大的力 一般都是切割伤害 纸在切割的时候 也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吗 再来试试 先是芹菜 在我的快速拉动下 芹菜被削断了 再试黄瓜 不行啊 只认在接触黄瓜的时候 会发生塌陷 再来试一下胡萝卜 你还是不行 会不会是我速度太慢了 如果把纸缝得够紧 而且速度够快 会不会有力会更大呢 那么怎么让纸缝得更紧 又割得更快呢 求人记者 上来一台第一句机械改造 我们都知道 电锯是通过高速旋转 达到切割的目的 那今天 我们就把钢锯片 换成纸锯片 看一下这样的高速旋转 能不能将纸的威力发挥到极致 我们下转了 比较高速旋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看来纸的切割力确实很强 即便是木片都能被切开 为什么将纸做成锯片后 切割能力会这么强呢 用纸做锯片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纸本身呢 由于它运动起来之后 产生一个惯性力 会弄得比较紧 我们知道的话呢 一个柔软物体啊 它可能对物体 对别的物体没有什么快速 但是当它一旦绷紧之后 有个张力之后 它就可以起了一个 类似于一场刀割式的轴 当你把它做成一个锯片的时候 它运动起来之后的话呢 纸里面也会产生一个关系力 使纸弄得比较紧 这时候的话呢 它可以把一个物体 比较轻易地把它割开 专家解释 纸作为锯片 相当于把纸弄得很紧 增加了纸的坚硬程度 所以会起到当一样的效果 在平时生活中 我们被割伤的时候 多半是比较新的纸 但是也只是在纸伤比较新 边缘很整齐的情况下 如果把纸的边缘 用砂纸磨一下 纸伤就不是那么锋利了 为了避免被纸割伤 在拿到新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纸来打磨一下 这样在它的边缘 都打磨一遍 纸就变得不那么锋利 也就不那么容易割伤手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 纸由于薄 所以边缘会很锋利 国外之人用纸 做成一种贴虚刀 可见它的锋利程度 所以大家使用新书 和新的纸伤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如果大家纸张 给小朋友带来伤害 可以将新书的边缘 用砂纸打磨一下 这样纸张 就不会那么锋利了 这夜宵摊上的水煮花生 大家都吃过 但是最近却有传言说呢 以后吃这种花生的时候 可千万注意了 你怎么知道 它们是如何储存的呢 据说啊 这些水煮花生 之所以可以被放置 这么久的时间 是因为它在煮的时候 加入了甲醛 这是真的吗 卖花生 盐水煮花生 阿姨买点花生了 它们怎么卖 15块钱一斤 买一点呢 还可以啊 喂 好的好的 去吧去吧 去玩一玩 这花生放假了两天 没变什么 是不是有问题啊 赶快问清文大求证 前不久 在山东青岛 就有市民发现 水煮花生 就放不换 觉得其中 有些蹊跷 这一怀疑却发现 这花生 酒放不换的秘密 竟然是商贩 违法添加了甲醛 富光市在山东 在陕西西安 辽宁沈阳等多地 都爆出了水煮花生 添加了甲醛 这是真的吗 要知道 甲醛这东西 是强制爱物 别说吃了 光是闻了 都会对人体 造成伤害 为了调查 事情的真相 求人记者 请往山东济南 在这里 水煮花生和毛豆 是上口坛上 最受欢迎的粮菜 出现率极高 花生毛豆这个东西 得吃 今年夏天挺多 挺水挺上吃 挺上吃 挺上吃 这个 简单文化嘛 那个花生毛豆 挺好吃挺上吃 那么 在当地人的认知里 夏天的时候 水煮花生 能放多久呢 我觉得这么热 盯着一天 这个应该都是 就是当天的嘛 也就放一天 要不发皮箱了 也就一天 就得算了 大家伙都觉得 现在天气炎热 水煮的花生和毛豆 放一天就得变味 那么 周围售卖的摊贩 怎么看待 关于花生 添加甲醛的传闻呢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 误传吧 我们一般都是放盐 因为它有杂菌啊 有这种功效 所以我们也是不会放 刀子怎么煮的 那种大的 刀子 这都架什么材料 放放盐 放放盐 嗯 别的没有什么材料 就放精盐 放放尽量 就能熟了 嗯 生贩们都说 这水煮花生 只添加盐 单纯用盐来做保鲜 并且没有使用 任何的添加剂 这是真的吗 生活中的腊肉腊鱼 都是靠盐和烟熏 来实现保鲜 至于花生能不能 咱们通过实验来求证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 水煮花生的制作方法 盐水煮花生 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就做一个对比实验 看看市民怀疑的 攀范收买的花生 和盐水煮的花生 哪一个储存时间更长 现在我面前的分别是 我自己煮好的花生 你是从外面买来的花生 我将这两盘花生 都放置在室温 有35度的环境之内 来静置两天 看看它们会不会产生 什么变化呢 修生记者按照传言中的时间 将两盘花生 在35度的温度下 放置了两天 两天过去了 两盘花生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现在我们看 从外面买来的这个花生 颜色看上去 也没有有所异样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来看 里面的颜色 也没有发生变化 看上去非常新鲜 而且闻起来呢 也依旧是花生的香味 我们再来看另一边 我自己煮好的花生 很明显颜色已经发黑了 我现在来打开看一下 里面花生的颜色 也已经开始发黑 而且闻起来有一种嗖味 可见确实是变质了 这盐水煮的花生 确实变质了 可盐确实有保鲜的作用啊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食物为什么会腐烂变质 何继国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 暴露在空气中 在空气中的细菌也会下来 所以呢 很快就会发生腐败变质 大约这个腐败变质的时间啊 一般的话就不超过一天 肯定是 大概半天就可以腐败 所以说新鲜种新鲜吃 而这个在饭馆它能够保存长时间 那一定它加了一些防腐的一些措施在里面 那么防腐措施是不是摊贩收到的盐呢 可为什么同样是加了盐煮花生 求人介绍煮的变质的速度就要快很多呢 盐浓度达不到很好的防腐的作用 盐浓度达不到很好的防腐的作用 像我们用传统的盐咸菜那种 那种盐分量是非常高的 吃起来就非常咸了 但是我们在街头吃饱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咸味 所以它的盐不会特别高的 因此盐防腐是不现实的 从我们一般的经验来看 这种裸露在外面呢 你加就是我们普通的食品 可以用来用的防腐剂 都不一定管用 所以的话它会加一些 我们家不允许用的 比如说甲醛那样的防腐剂 它来进行防腐 专家介绍 要使用盐对食物保鲜 需要大量添加 才能够抑制微生物的生长 起到防止变质的效果 但这样在味觉上会感觉很咸 所以摊贩确实可能在水煮花生中 添加了含有甲醛成分的防腐剂 甲醛具有很强的杀气功能 确实有很强的防腐作用 那么这具有放不快的花生里面 到底有没有甲醛呢 求人职者将买来的花生 和自己煮的花生一起送到了 中南林业大学卫生物实验室进行检测 实验人员将通过甲醛快速检测试剂 对样品进行检测 根据这张比赦卡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样品滴入检测机后 无色透明 代表样品不含甲醛 而如果含有甲醛 随着含量的增加 紫色会逐步加深 两个小时后 解释结果出来了 摊贩售买的水煮花生 确实含有甲醛 我们采用甲醛快速检测试剂盒 发现一号样品无明显颜色变化 二号样品呈淡紫色 与标准品色卡对比 二号花生每千克含有20毫克甲醛 修成记者调查发现 市场上确实存在部分商贩 非法添加甲醛 对食品进行防复处理 甲醛对人的身体健康 有着很大的伤害 那么我们该如何分辨 水煮花生中是否还有甲醛呢 有是有 但是这些方法呢 它不是一个靠我们 什么都不带 就拿眼睛看 鼻子闻就能闻到 在这本身它有好的挥发性 所以呢 就是往往是我们吃的时候 实际上它已经没有味道 也没有刺激性的味道感觉了 那靠什么呢 现在有一种快捷的试纸 可以能快度测甲醛 这只是不好操作 专家介绍 单靠人的感官 很难推荐出 食品中是否添加甲醛 只能依靠专业的 简单试纸或者设计 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 操作难度太大 建议是这样啊 监控部门通过严格的管理 让这些企业不去假 杜绝这种事 发生这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能让我们自己消费的 去分辨太难了 求人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 市场上确实存在 部分添加了 甲醛防腐的水煮花生 如果您觉得不放心的话 可以自己制作水煮花生 如果需要保鲜的话 可以用保鲜膜包裹后 放入冰箱 这样可以延长 水煮花生的保存时间 好了 接下来又是 求真科学秀的时间了 我们跟随邓男子 一起去到美国休斯顿 来一场求真火星之旅吧 人类什么时候才能登陆火星 在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 和我们自制火星车 设计火星栖息地 探秘火星飞船猎户座 去往火星 我们还需要些什么 火箱求真之旅 正在播出 火星是太阳系中 除地球之外 唯一有可能进化出生命 也是唯一可能被地球化的行星 所以自从人类成功登月之后 火星自然就成为了 人类最像本的星球 但是寒冷 湿重 缺氧 惩暴 恶劣的火星环境并不怀疑人类 所以人类想要在火星上长期居住 就必须对火星的生态环境进行改造 接下来 我和来自中国 韩国 墨西哥 以及美国本土的同学们 将要学习如何设计 适合人类生存的火星栖息地 经过五个小时的艰苦卓绝的制作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制成了 这是我们一个地下火星的基地 从顶上看是一个笑脸 然后它的下面有八条通道 这里是我们的妻子 然后我们可以放下来 我们可以放下来 放下来 放下来 这里是我们的食物 因为温度在墨西哥 它可以用自然的冷冻 这八条通道加上笑脸呢 我们给它取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 叫微笑的章鱼 要探索火星的奥秘 将火星改造成为第二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天天窝在栖息地里当然不行 但人类又无法长时间在火星表面进行出仓活动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好帮手 火星机器人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 人类已经向火星发射了三十多个探测器 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成功抵达了火星 而真正能登陆火星进行探测工作的只有火星车 1997年 火星车和火星车 火星车 从1997年至今 美国宇航局共有四辆火星车成功登陆火星 在19年的时间里 他们一直在火星上寻找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 甚至还发现了疑似生命存在的迹象 2008年 在机遇号火星车拍摄到的一张照片里 人们发现了疑似某种法老的火星雕塑 和一半埋在沙里的疑似宇宙飞船组件 同样是2008年 永期号火星车拍摄到了一组疑似类人形生物的照片 2012年 好奇号火星车在火星的土壤里发现了水的存在 2015年 好奇号火星车更是拍摄到了一幅疑似火星女性的画面 Mars rovers are fully packaged scientific vehicles everything from geological surveys to magnetometers to communications to photography and you know telemetry for the data and the science gets transmitted back because Mars is light minutes away okay there is a delay in communications so basically the program is loaded every day of what it's going to go do and then it just goes drive off in that pre-program direction and it can stop and do its experiments and then it moves on to the next one 就在2016年8月23日 国家国防科工局探阅雨航空工程中心 也发布了中国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和火星车外观设计构造图 这不禁让人好奇 火星探测车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它们在火星上又是如何工作的呢 今天孩子们就将亲自动手来自制火星车 我身后呢 约翰逊雨航中心的老师正在教同学们如何制作火星车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身旁有一些简单的一些零件 这些零件呢 都是跟真正的火星车所需要的零件是基本上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三角形的这个零部件 包括这些机械臂 还有爪牙 各种款式的爪牙 电线 还有控制器 传动装置 等等 包括轮胎 而接下来的过程呢 整个组装过程完全都是由同学们DIY的 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做出自己心中的那一台火星车 同学们制作的火星车究竟能不能用 不能在实验室里说了算 必须要到实地来考察才行 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火星车 贪测大赛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一块模拟火星表面的一块场地 而每一组呢将有20分钟的时间来抓指定位置的六块石头 给我来看一下我们看看我们的中国队第一组怎么样了 怎么样你们这一组抓几块了 三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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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了 你够了 差不多 三块 好 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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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游戏看起来真的像夹娃娃一样非常非常难 因为那个夹子是塑料的 而且它要夹起这个石头其实非常非常不容易 而且石头看起来看起来挺大的 完了 这个临时出现了一个一个比较大的状况 车子的前前轮掉了 完了 小心前轮前轮掉了 下锅 好 加油加油 好 非常顺利 哇 放我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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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最大的提供了 是你有一天 你会做一个项目 所以你必须要做 是拿出什么是在那张纸上 判断在你的脑子里 你会想 如何你会做这些工具 这些工具 做这些工具 你会做这些工具 所以这些工具的工具 是在这些工具的工具 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 运载火箭 宇航服 火星车 都已经不再成为人类登陆火星的技术壁垒 而随着猎户座火星船的出现 人类登陆火星计划开始正式启动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美国宇航局最新的火星飞船 猎户座 按照计划 它将在2030年发射 2031年登陆火星 而作为我们此行目的地的约翰逊航天中心 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太空研究中心 同时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太空科普基地 这里面向全世界的游客开放 游客们能够在此零距离地接触到 保存完好的运载火箭 航天飞机 登月舱 月球车 宇航服等各类曾经在人类太空历史上 大放光彩的航天设备 除此之外 每天还有科学家现场为游客们 介绍如何太空生活 演示太空趣味实验 科学是孩子们最好的伙伴 短短五天的美国火星求真之旅 我希望孩子们不仅仅只是认识火星 更希望将科学的种子拨扫在他们心中 因为我们是探测者 当你生了的时候 你是探测者 所以所有的学生 在学习科学 继续做的 因为我们需要你 我说我们是人类 需要学习科学 我们需要探测新的东西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上微博来add新闻大求征 或者是天下新闻大求征的微信公共平台 一切问题我们都会为您找到答案 下一节目再见 拜拜